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日 今天来谈谈郭文贵和黄河边 他们分别呢,发表了一个视频节目 黄河边呢,回北京,回到家乡去了北京采访 亲自到了盘古大关 也就是郭文贵的发祭祀底 那么采访了七星级酒店保安和服务人员 也对路过身边的老百姓 普通的北京市民进行了即时采访 问他们认不认识郭文贵 结果人家都说不认识 这真有意思 那么这个黄河边这个视频节目呢 有这样一个截图 这是盘古大关楼下的一个服务员 工作人员 西装革履的 还戴着口罩 可见北京现在对这个防疫搞得挺紧张 这位年轻人算是小鲜肉了 肯定是比较潇洒 但是没有露出这个真面目啊 并不是有意隐藏啊 而是因为什么呢 现在特殊的时期啊 那么据他讲了 他不知道这个老板是叫郭文贵啊 那黄河边之所以搞这么一个节目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回应这个一些追随这个郭文贵的战友们啊 过去就叫小蚂蚁 后来叫革命战友 那么这些战友们 这个和郭文贵本人呢 都确信 就是所谓的这个爆料革命在国内影响很大 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么与此同时 又看到另一个视频节目 有时候郭文贵先生在2月2日发表的啊 在这个 马阿拉格 这个 这个海湖庄园啊 也就是奥巴马的 不也就是这个川普啊 总统的这个 这个休假的地方 那么 搞了这个视频节目啊 不仅有这个外景 还有房间啊 总统套房里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郭文贵一天搞了三个视频啊 据说是 因川普总统的邀请 去参加了一次晚宴啊 说是全世界 这个数上千人啊 这些大腕 这些大款啊 云集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 一起欢聚一趟啊 那么郭文贵 还住到了总统套房啊 还带两个保镖啊 保镖很潇洒 那么 这三个视频节目 昨天我都收看了 看完之后都已经下半夜了 也非常有兴趣 那么非常显然 郭文贵也是为了 回应 就黄河别 为了驳斥他 那么我给大家看 是这个视频节目啊 郭文贵 还穿上碎衣啊 这个高调的 在此 这个悬浮啊 悬浮的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要挥击 这个黄河别 你不要说 这个盘古大官 这个保安呢 还是人也不认受 虽然盘古大官 被共产党没收了 没收的价值呢 应该讲是上千亿的 这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也就是说 在国内这些财富啊 已经是 可以这样讲 已经是昨日昂花了 那么黄河别的报道当中 也讲到了 实地情况已经证明了 就是盘古大官 现在已经 这个 归于别人啊 那就是 这个 这笔财产 经过共产党的处理啊 经过法院的排卖 不知道排卖 被哪些人买去了 反正是不属于郭文贵了 那么 郭文贵 那么为了 回击啊 这种状况 那么也是 这次高调的 向这个 读者们 海内外的观众们啊 显示就是 我冷革富有啊 不仅富有 还有富于革命理想啊 那么 那正是因为中共呢 就没收了他的价值 多大这个千亿的财产啊 而且对他家人 这个一些亲友啊 这个给予这个判刑啊 这个监禁啊 那么对一些员工啊 也造成很大的压力啊 所以说郭文贵 作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啊 我估计讲过 实现了三次的这个 认识上的这个超越 跨越 第一个是什么呢 刚开始是 这个保命保财 报仇啊 刚出来的时候 2017年 那么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刚开始是先反这个傅政华呀 先是披露了很多傅政华的公安部部长 原公安部部长 傅政华很多猛料 那么那时候还赞扬这个政法委书记啊 还赞扬这个这个中纪书记 这个王岐山的 还有习主席等等啊 后来呢 又进行第二次的这个这个跨越 跨越开始这个批评这个王岐山的 那最后干脆啊 连习以兵包括在内整个共产党都 作为一个炮火攻击的一个目标的 这三次跨越表明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 走过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艰难的这样立场啊 民营企业家都是这样啊 因为他的利益在体制内嘛 如果和中共一些高官不好搞好关系啊 在国内你要赚钱是很难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是他这个 没收他的财产 由于中国他不 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啊 这种法庭的审判啊 这个涉及到这么大一个财产 不透明啊 这个未必能使人幸福啊 所以说这里情况都很复杂 很难讲啊 到底都存在什么隐情啊 那么作为郭文贵来讲 那当然他是肯定作为民营企业家 身上这么一块肉啊 而且自己亲手这个欧心力血啊 搞了这么一个项目啊 就盘古这个大怪啊 那么我们知道郭文贵最初是和这个朱石茂啊 合作啊 也就是说他的知名度不够啊 靠和朱石茂帮帮忙 然后搞了一个公司申请这么块地皮啊 后来被这个北京市市副市长啊 这个刘自华抢去了 给了自己的情夫啊 但是郭文贵也是非常精明啊 通过运作啊 通过这个共青团派的这个令计划呀 胡锦涛 在他们的这个具体的介入啊 还有中纪委的插手 郭文贵也拿出一些证据材料 最后把这个这个利用党内的权力斗争 把这个这个北京市市副市长刘士华干掉了 然后把盘古大怪又适而复得 这个震动了当时北京整个上级啊 所以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现在郭文贵已经成为了海外 这个最具影响力的自媒体的一个大佬 这一点是这个绝对不是夸张啊 本人不是挺郭派又不是杂郭派 从这个他出来以来啊 本人对这个杂郭的这些视频节目 和这个挺郭的都认真地观看了 那么我认为啊 这个站在中间的立场比较合适啊 那么黄河边采访那些 这个盘古大观的这些员工啊 那么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官方已经早就下令封口了 不允许他国文贵 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 的确他们都是这个换了新人了 新的一场 从全国各地来的啊 特别是底层老百姓当中啊 这个应聘啊 招聘来到这个酒店了 自然而然他们这个对这个过去的历史就所知甚少了 人都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企业老板 你创办这个公司 等到有一天你不干了 那肯定原本都不知道你了 这边本人在上个世纪有体会啊 在文汇报东北办事处 是我创办的啊 但是后来等我判刑 从大牢出来之后呢 再回到这个办事处去参观的时候啊 那些三五个员工啊 是香港文汇报新聘的员工啊 根本都不知道我是何许人 还把我当成上访的啊 当成这个来访访客对待的 所以说这个其中的这个甘苦啊 寸心之啊 这世态阴凉啊 人情冷暖啊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啊 所以说黄河边 他是典型的啊 这个大博派啊 只要是郭文贵讲的 典型的这个砸博派了啊 只要是郭文贵讲的都是错的 那反过来讲 那么黄河边讲的一切啊 这个郭文贵这一批的人马 这一派的人马 认为都是错的 护家之间 随火不容啊 这个不公带天啊 这我的感觉啊 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 实际上自媒体啊 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华裔的中国人啊 这个来到了海外啊 不论什么原因啊 面对中共这种极权统治啊 肯定就是对不同的观点啊 有的人观点温和一些 有的激烈一点啊 有的可能对郭文贵比较赞成 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否认啊 有些人刚开始赞成后来否认 有些人是刚开始反对后来赞成等等 这些情况都非常复杂啊 我认为都很正常 每个人身上对我缺点有点长处短处啊 那么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啊 我认为他能够建这个五栋大楼啊 那在北京呢 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战士啊 同样的像这个黄河边 作为一个媒体人士啊 在温哥华这个圈子里生存啊 那么能干到现在这种程度啊 知名度比较高 而且能够建筑于中共党的 也目前这种权力斗争啊 也就王岐山这个派系 这个掌控这个共建法呀 那么西郭也成了产业 也成了一个通行政了 还可以来来往好地 来会儿走一走啊 我认为这个也都没什么可奇怪的 每个人都是平常心对待这件事情最好啊 那么至于说郭先生 郭文贵也能在这个美国 这个马阿拉格啊 这个俱乐部里边作为一个成员啊 这个可见他本身来讲 有这个会员证啊 而且这个能够就和这个美国的主流 这些政要商人能够有一个通道啊 互相联系啊 交流这一点 也是过去所有的中国民企业家所见见的 在这一点上啊 也不容忽死 也不能说他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大骗子 或者也不应该这样讲啊 还是他讲的东西 我认为有些是真实的 有些是虚幻夸张的 有些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击中中共要害的 有一部分也是这个可以这样讲 是这个内容不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啊 有很多的细节啊 很多的故事 就在考察呀 用一种非常平等的啊 这个平常性啊 包容性 对待黄河边的言论 也对待郭文贵的言论 我认为是最好不悟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本人收看了这个 郭文贵在这个庄园里面啊 这个高调悬赋啊 这个一些生活场景啊 感到第一点呢 那肯定人家是非常富有啊 并没有因为北京就没收了千亿的财产 自己就变得这个捉襟见舟 还没有啊 至少从目前看 还是这个这个资金还是比较这个雄厚的啊 那么第二个呢 他本身还是有一些政治理想啊 那么他提出这些目标应该讲是比较圆大的 也就是什么呢 中国这种民主的和平的转型啊 需到很多人的推动 那么有些人可能观点极力一些 有的温和一些 那么都没有关系啊 只要是大方向都是什么呢 都是朝着民主的方向 这个努力啊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认为都是好事啊 不论你成立什么旗星会啊 只要你是要终结 中共的一党 这个转政啊 我认为大方向都值得这个肯定啊 至于说挺国派也好 杂国派也好 当中啊 每些人身上都有缺点啊 都有优点 有长处啊 和我们本人一样啊 都有很多地方 可能是别人感到认同 别人感到 或者有些地方 别人感到否定的 这些事情啊 都充分表现了 人性的一个弱点啊 包括他这种在庄园里边 高调的学富这种方式啊 说心里话啊 我不是太赞赏 但是呢 人家用这个方式啊 来吸引眼球啊 凝聚这些拥护者的团队啊 我认为也是 也应当讲是一种 非常有一种策略 有策略的一种表现啊 一般人也做不来啊 那么的确也收到了 很多的有效的 一些好的效果 你想他现在目前 持续了三年的爆料啊 现在已经没什么料可爆了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这样 带有这种娱乐色彩 八卦色彩的一个这样 一个这个脱口秀了 但是呢 你得承认 他的追随者的观众 那是超过我们 这个一般的这些自媒体 难以想象的这个数量啊 而且他的内容啊 的确是有很大的 这叫可读性 让他们看了以后 听了以后啊 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可笑 觉得特别的 这个有意思啊 有趣啊 有的时候又感到啊 并不赞成 但是不管怎么样 微观呢 就对他来讲 是一个一种安全 是一种啊 这个凝聚力啊 所以说 作为一个目前正在办理 这个难民身份啊 而且未来的前程未谱啊 得罪了中共高官的 一个民企业家 做到今天 也是一个这样讲吧 在历史上 也是显见的 也绝对是可以留下一个痕迹的啊 不论是 有些人如何的这个否定他 我相信呢 在自媒体这个时代啊 可以这样讲 他绝对是留下的 这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笔啊 那么啊 今天的第二次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